据新华社北京市交通委15日通报 12月14日18时57分 北京地铁昌平线西二骑区间 有两辆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造成部分乘客受伤 本次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 是降雪造成轨道失滑 导致前车信号降级紧急制动 此时后车正在下坡 虽然紧急刹车 但依然在积雪的轨道上滑行 最后终于无法有效制动与前车追尾 本次事故共造成515人送医检查 居无生命危险 其中骨折102人 67人住院治疗 对这一通报有网友表示困惑 因为最初的新闻上说 第三轨断电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 后来又有新闻说 地铁六节车销有两节与前面发生了分离 导致乘客受伤 通过车厢分离的现场情况看 前面车销确实分开了一段距离 而15日的通报则是一起因降血所导致的 列车追尾事故 因此有不少网友询问 为什么这起事故的原因 存在前后三种看起来彼此独立的说法 而这些说法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 能否根据新闻报道推测出事故的过程呢 为了从第三轨断电 车厢分离和追尾 这三个说法来合理推测 我们还是先了解第三轨的设计原理 地铁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虽然有些是通过列车上方的接触网 提供1500伏或750伏供电 但为了避免乘客不慎爬到车顶触电挂掉 大多还是采用第三轨供电 也就是在铁轨旁边安装一根带电轨 这根轨道外圈有一层保护壳 防止有人一脚踩上去 而列车则通过向外侧伸出的受电靴 接触第三轨取电 下面我根据个人推测来还原事故 事发当天在昌平线西二旗区间的某处线路上 不知什么原因出现第三轨断电 导致一列地铁趴窝停在了站台上 而这列地铁安装有计算机控制列车传输系统 缩写为CBTC 它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方式 实施监测车辆位置速度等信息 并根据计算机算法对列车自动控制 CBTC系统的分布式控制 能够让车站和列车互相空隙 实现灵活调度 如此一来 这列因断电停在站台的车 就通过CBTC系统调度 自动控制它屁股后面的一列 停在前车的闭塞区间外 于是这列保持CBTC的车 就停在了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西二旗区间里 但这五公里长的区间 是晚高峰的繁忙线路 此时它后面的一列 刚刚从西二旗站满载乘客出站 司机将CBTC设置为手动模式 追踪前车 也就是CBTC CM模式 但司机哪里料到 它正快速接近前车 以正常速度运行的后车 很快触发了超速 开始紧急制动 此时它虽然距离前车有500多米 但无奈轨道被积雪覆盖 即便车轮暴死 依旧快速滑行 眼看着两车距离越来越近 编号为CP032的后车 速度也显著减慢 可是制动距离还是不够 最终以低速撞上了 编号为CP024的前车尾部 这是车头内凹 司机受伤 同时冲击力造成 前后车的车厢之间 车沟缓冲器压缩动作 这股力道超过了 车沟压溃管的 溃缩吸能极限 至少造成前车出现一个端链面 突如其来的追尾 导致CP024开始向前加速 而CP032则在撞击中急剧减速 这个过程由于CP024的前车尾部 和后车的车头嵌合在一起 变成了以很慢速度 共同前进的整体 滑行短暂距离便静止 而断裂面前面的 则被冲击力推动 以较大速度滑行较长距离后停止 这个碰撞过程 看起来和飞弹性碰撞的情形类似 于是就出现了地铁车厢分离的现象 因此从以上个人推测看 第三轨断电 两车追尾和前车的车厢分离 其实是按照因果关系 依次发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